市點擂台決賽題目 面題是 香港人是否適合當家作主 共產黨跟中國人說的 2019年、170週年 他都說當家作主 香港同胞當家作主 自行管理、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事務 所以這個面題很簡單 共產黨就宣佈了 中國人不適合當家作主 也不讓他當家作主 所以共產黨 就算他說你香港人是中國人 他都不會讓你當家作主 也實際上不會當家作主 其實是一個實言和應言的問題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爭辯這麼久 共產黨當日在立國的時候已經說了 人民當家作主 那主人在哪裡? 那些主人都走去別處 如果你說私立區 你應不應該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為榮 司法管理區而已 在歐洲人來說 我今天做法國人 明天就做比利是人 我不喜歡我去別處交稅 你就給了一個護照 我的護照是什麼? 回到原居地 如果我們說了一整天 中國人以自己為榮 跑去美國的宣誓做美國人 然後再說自己是中國人 浪費時間 即是我們很醒來 保持雙重國籍 這種愛國才厲害 我們故意容許雙重國籍 因為如果不是人們選擇去加拿大 不做太空人 我們整個經濟都沒有了 中共也是愛國的 那些黨員 愛國的國有資產 自己拿去 為人民幣服務 如果你說一個政黨自己 叫人家 要以中國人為榮 而你自己本身 很多人都是去拿外國的 國籍的護照 即是說你寧願接受 司法管理區的管轄 是不是? 那就叫一個偽善 香港同胞從此成為祖國這塊土地上的真正祖人 中國人已經當家作主美 是不是很簡單 香港人是通過授權 去將自己的權力體現 其實很簡單 講來講去就是高度自治 即是說雙普選 我現在共產黨和你競選也可以 你派共產黨來選也可以 現在的問題就是 共產黨那個所謂當家作主 對中國人也是假的 騙了70年 對我們就騙了22年 這個就是共產黨 適不適合說當家作主的問題 我覺得 就不是香港人適不適合當家作主